秦辉、法家与秦智 1.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想在哪?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典籍中思想的形而上层面。 这种关注当然是有意义的。 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 并且这里所谓的社会思想不仅是有别于精英的民间思想,也包括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 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 这主要就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 2.思想史研究在关注典籍和形而上层面的同时,有必要从制度化的思想的角度考虑问题。 其一,中国社会之制度化的思想安排,如标法理,法道互补。 毛泽东,读封建论成郭老,劝君少骂其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4.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明高时彼康。 百代兜行秦政法,实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此后反文王。 1.如表与法理,制度设计与经典,认同过去,人们常把儒家文化当成中国文化的同一词, 但毛泽东却强调百代兜行秦政制,而秦政制恰恰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极端反儒的。 2.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汉成秦制的制度设计与独尊儒术的经典认同之间始终有很大反差。 3.在励志问题上,如,法两家的励志思想几乎是两个极端。 4.儒家的励志观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正义优先。 5.而法家的励志观则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以权力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安全优先。 5.儒家儒家思想产生于东周,那时的中国社会是个以血缘族群为组织形式的社会,左传所谓帅其宗室,及其分族,将其类丑,就是当时国家的真实面貌。 6.儒家之社会基础,那时,周天子,诸侯,清大夫,道士的层层分封实际上等于一个大家族的辈分,长幼,嫡数序列,天子之尊主要是伦理性的,并不具有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 7.这样的族群社会,由天生的血缘亲情推出人性本善,由伦理上的长幼尊卑推出一种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政治秩序。 8.而且,这种秩序是由五父、小宗、大宗这类族缘亲书观念决定的一种小圈子原则,也就是费孝通说的思绪格局。 8.族群社会为血缘纽带的结合,宗族亲情负权的伦理关系其重要作用。 8.应当说,这种小共同体本位特征是儒家社会理论不同于法、道、末、阳等时论,也不同于现代公民文化的最关键之点。 8.亲书不同,人际关系中的权力与义务也不一样。 8.这些权力与义务表现为一种温情默默的父权,负责统一体,君臣间也如父子一样,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支配,集君要向各君,臣才能向各臣,父要向各父,子才能向各子,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负责子不子,父子,子孝,兄良,弟弟,夫义,父听,常会,诱顺,君人,臣忠。 9.伦理政治并不绝对专制显然,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约束,所以原始儒家虽然讲君权负权,但并不等于绝对专制。 相反,从上述原则中还可以推出民为贵,设计四肢,君为轻,文诸易夫骤矣,未文是其君之类的民本思想。 后世儒家由此发展出一套仁政学说,儒为帝王师,教君行仁政,君命来自天意,而天意,非神意,天听自我民听,顺天应民之类的说法,都强调行政正义原则的重要性。 儒家行政正义优先的原则在励志观念上的体现,就是强调官吏本身要清操自首,连结自律,其施政要以仁德为本,反对严刑俊法,以所谓励志寻谨排斥法家的所谓励志客身。 但行政正义优先的原则如果贯彻到底,对家天下的专制王朝是不利的。 原初儒家理想中的很多东西甚至很难为皇权容忍。 根据儒家贤者居位的观念,让贤不传子的三代善让之志始终作为理想而受到推崇,后世一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甚至由此推出一种类似柏拉图折人王室的君儒观念。 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的皇帝该成诸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 君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作圣皇帝。 这样的言论可谓一端之由,无怪乎清帝雍正会把这种贤者居位说骂为狂怪丧心之论。 圣王理想中产生从道不从君的人格追求根据儒家圣道高于君命,儒为王者师信仰高于权位的观念,从圣王理想中产生从道不从君的人格追求。 一些天真低势大夫不把自己仅仅看成帝王的家臣,而自认为有替天行道之责,由此形成那种东林、海瑞士的清流、清义传统,对军权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意志。 所谓文死贱、强项令。 杰己孤欲的巧患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式的事情,无论在道德上怎样受到儒家价值观的称许,现实中却很难为君王接受。 雍正就特别反感那些操守虽清却不太听话的儒臣,把他们视为杰己孤欲的巧患,认为他们比贪官还坏。 儒家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观念,体现的是一种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观念,由此导致行政中讲人情,分期书,形成小圈子和思绪格局的弊病,这对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显然是不利的。 儒家赞赏,荣隐,禁止,告亲的观念,就与法家禁止荣隐,鼓励告亲的做法,尖锐对立。 儒家之用人,伯乐和千里马。 从性善论与伦理中心主义出发,传统儒家在用人上讲究一种由德高望重的伯乐出以公心的推荐贤德之人为官的模式。 这种自下而上的建局,加上朝廷自上而下的按伦理标准征招孝联,贤良方正,致孝,有道之人为官的做法,便形成了东汉至随这一时期官吏选拔的主流方式,即察局,中正之志。 奈何人心之,不可靠。 这种做法固然形成了全社会讲道德的风气,但却流于虚假,而且实践证明性善论假定的那种出以公心的建局,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也不可靠。 它往往变成出于私心的拉帮结派,门法自雇,不仅一害立志,而且不利于皇权。 儒家,有内圣而无外王。 如此等等,这些弊病以往常被看成是儒家高调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差距,即所谓有内圣而无外王。 但实际上,贤者俱位,从道不从军固然可以说是高调理想,小圈子主义与门法式建局却是十分庸俗的。 他们各自对传统励志形成正反两面的影响,前者培育出清正刚之之事,后者则造成门法式腐败。 然而有趣的是,这二者在传统励志中却往往互为因果。 例如,东汉未尽时弊端百出的门法制度,就是从东汉前中期的清流党人把持中正发展而来的。 那时的清流以道义自诩,不畏强权,痛是宦官,外戚专政的政治黑暗,因此受到残酷迫害,同时也由此积累起巨大的道德声望。 后来,正义伸张,清流得势,便由他们按道德标准处贪进贤,选用寒素清白之人。 但是,大权一旦在握,清流很快在权力腐蚀率作用下变得不轻了,按道德标准打分的九品中正之质,很快变成了既不中也不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而民间则传开了寒素清白浊如泥,高地良,江窃如鸡的政治幽默。 如今我们不难找到这种高调理想趋于堕落的原因。 然而在当时,皇帝们主要是从巩固家天下的角度去总结经验教训的,他们自然不会从权力腐蚀率着眼,而只认为是书生义气过于迂腐乃至狂妄。 于是,儒家的励志思想往往只是在纸上受到独尊,而实际励志则按法家的一套运作。 百代都行秦政制,而秦制是法家之制。 法家思想是在中国由血缘族群时代转向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转折中形成的。 这一转折意味着专制皇权打破族群纽带,直接控制编户其民,意味着天子与诸侯间的伦理关系变成了皇帝与臣辽间的科层关系。 如法之别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就是宗法制与反宗法的。 编户其民之志在观念上的区别,在宗法制下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分属于成千上万个小家长。 天子虽有大宗敌派总家长之名,毕竟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不可能越过各级家长直接控制臣民。 同时,各级家长与家属间的关系都是伦理性的长幼尊卑关系,而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更不是雇佣式的主仆关系。 打个比方说,儿子固然有孝敬父亲的义务,父亲却不能随意任免儿子。 法家改革的重要内容便是把长者政治变为强者政治。 法家采用极端的反宗法措施,不得足居,明有二男不分义者被欺负,父子兄弟同是供习者为禁,强制解散大家庭,切断家族纽带。 法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秦律规定妻子告发丈夫,妻子的财产可免遭抄磨,丈夫告发妻子,不但她的财产可以保全,妻的财产也可以用来奖赏她。 悍如曾这样描绘琴的民风,儿子借父亲一把锄头,父亲的脸色便很难看,母亲来儿子家借个扫帚过几,儿子一家便骂骂咧咧,媳妇生了男孩便得意洋洋,不把公公放在眼里,婆媳一语不合,便反唇相机。 家好族,好不如全是好,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这样的民风简直比句说,儿子到父亲家吃顿饭,还要付钱的现代西方,还要个人主义了。 然而,这种个人主义当然不具有近代反对父权族权的那种个性解放性质,这种家好族好不如全是好,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状态便于皇权一干子插到底的对社会实现直接控制。 编户其民,集中人力物力 朝廷可以通过任免如意的官僚组织和屡理保甲的户口管制系统,把一盘散沙的民户编制起来,从而最大程度的集中人力物力。 两千万人口的秦朝,可以调五十万劳动力去修长城,七十万人去修始皇陵,七十万人去修厄旁宫,五十万人虚无领,这是宗法时代的周天子绝对不敢设想的。 否定宗族的法家因而也就建立了极端的性恶论。 儒家的性善论是建立在血缘宗族内天然、亲情基础上的,否定宗族的法家因而也就建立了极端的性恶论。 针对儒家仁各亲其亲长其长之说,法家提出亲亲则别,爱思则显,民众而以别显为物,则民乱。 为了否定亲亲,性善之说,韩非子甚至认为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由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以,子,父,至亲也,而或侨,或愿者,皆邪自为心也。 既然连父子,夫妻之间也不可信,一般人之间的人意中性就更不足视了。 在法家看来,唯一可信的是,法、术、是。 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奋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是,严刑俊法形成的高压。 上古静于道德,终是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弃力、权力。 法家认为,人间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权力竞争场,上古静于道德,终是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弃力、权力, 上是亲亲而爱思,中是上贤而说人,下是贵贵而尊观。 性恶论,权力忠心主义而导出的行政安全制上,因此,君王安排励志, 首先考虑的就不是如何顺天应民,实现行政正义,而是确保大权在我, 居重欲轻,强干弱智,防止权臣窃柄,军卫架空,制使法,术,事失灵而危及,加天下。 于是,由性恶论,权力忠心主义而导出的行政安全制上,便成为励志的首要原则。 陈下的忠顺比清廉更重要。 法家君主当然也希望陈辽清廉公正得民心,但绝不会把行政正义置于行政安全制上。 这种励志观认为,陈下的忠顺比清廉更重要,而且与儒家不同,法家要求这种忠顺是无条件的, 即陈中不能以君人为条件。把这种观念推到极端的是清朝的雍正帝, 他甚至连陈下君恩身重,倦哀难报的献媚之语都作反面理解, 深至说,但近臣皆所当为,和论君恩之后博,即君不君时,臣也不许不臣。 但作为性恶论者,法家实际上也并不相信君臣关系中有什么信仰,忠诚可言。 韩非就曾一再讲,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赋于是而不得不是也, 臣之所以不是其君者,当与不惧也,他还举例说, 拥夫卖力地给主人干活,不是因为爱主人,而是因为活干得多可以多挣到钱。 同样的,臣之所以能为君用,是因为他们期望以此得富贵。 而臣之所以不叛君,是因为他们害怕杀头。 所以,毫不奇怪,一个人如果竟然不图富贵,又不怕杀头,那他在君主眼中就有造反的嫌疑, 儒家傻呵呵地提倡的那种不贪财不怕死的海瑞士人物, 还是少些为好,若死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伐尽也,不可以赏识也, 此为之无义之臣也,无所少而去也。 海瑞士的清官,在儒家看来是励志的典范,在法家看来,却是励志之矮。 在现实励志中海瑞之所以罕见,在儒家看来是理想太完美, 取高贺寡,大因牺牲。 而在法家看来,没有海瑞才是理想的励志, 有那么一两个,视为无义之臣,如果有更多,那就是危险之争了。 于是历史上常常有这种情景,即臣子故作腐败状, 以使君主放心。 或者是君主故意鼓励臣子腐败,以消弥其过分的大志。 前者如汉之萧和,为是刘邦之仪,而故意罢人填产,自毁生育。 后者如宋太祖背九世兵权后,归劝权臣们纵情声色全马,而放弃政治报复。 用人互相前,为了行政安全至上,有时不仅行政正义可以放弃, 连行政效率也可以牺牲。 一般来讲,法家励志官是欣赏那种能办实事而不空谈道德的能力, 甚至雷厉风行的酷吏的。 然而在性恶论下,励太能权太重视公太盛又会让朝廷感到难以控制。 于是,法家之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有意分割是权, 使其相互牵制,即所谓用一人焉则移其自私, 而又用一人以至其私,行一事焉则律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这与所谓用人不移的儒家观念是相反的。 法家,用一人焉则移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至其私, 行一事焉则律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这种为了确保皇权安全的奋权制衡往往比近代民主治下, 为了保护民权而设立的奋权制衡还要复杂得多, 以致十阳九木,正出多门,相互撤肘, 严重影响行政效率,也是导致冗官冗立, 编制膨胀的重要原因。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这种互相监视的奋权制度 在确保立权不能威胁军权的同时, 也有可能使某些官吏侵犯民众利益的行为受到一定制约。 法家之法治 法家既然反对人各亲其亲,长其长, 就必然会以法治上的普遍主义取代儒家理智上的特殊主义。 儒家认为,每个小共同体中都有长幼亲书上下贵贱之别, 不平等是普遍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这当然与现代平等观念相悲。 而法家则主张不知亲书,远近,贵贱,美恶, 亦以法度律之。 然而,这与现代法治的普遍主义与平等观念绝不是一回事, 他讲的不是公民权利的平等,而是臣民义务的平等, 帅土之宾莫非王臣,人人都是皇上之奴,因此彼此不得相互依附。 吉而言者甚至把人人都视为皇权之下的无产者,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彩,人主善操饼,如天池斗魁, 取与皆自我,兼并乃兼回,兼回法有诛,是亦无自来。 而现实中的人主、君王、权利, 如果说还达不到把全社会的财产都垄断在自己手里的地步, 那他至少也要有调剂这些财产的能力,令贫者负,负者贫。 法治下的平等乃为奴的平等,而儒家则认为皇权膨胀到如此地步是不公平的, 他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立, 仅仅是为了满足君主个人的贪婪, 以我之大思维,天下之大功。 法家的录用法家的普遍主义,反映在励志上, 就是反对儒家的小圈子,倾向。 法家从性恶论出发,不相信推荐贤者为官的做法, 主张所有人都以个人身份,摆脱一切人事关系的影响, 直接由朝廷按客观标准考察任用。 从秦代以假手战场上割下的敌人的脑袋技术的军功绝制, 到明清以高度形式化的智力测验为实质的科举, 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反对小圈子政治的另一办法就是回避制。 从性恶论出发,法家相信人们抱成一团就会导致串通作弊弄奸, 因此发展了越来越复杂的回避规定。 如本地人不得做本地官, 附属地方的人不得在中央财政部门做官等等, 此外还有亲属回避,师生回避。 回避至于考试制, 在非民主政治中对励志应当说是能起到好作用的, 起码比那种小圈子政治,门法政治要来得合理。 儒法两大传统励志观的区别乃至对立是很明显的哪个是现实的中国政治传统。 我认为那种一讲中国传统就归之于儒家传统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 事实上,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中, 虽然也有短时期儒家励志观比较落实的情形, 如东汉后期至南朝这一段, 但从秦志卿的整体看, 中国励志传统的主流是儒表法理, 即说的是儒家政治, 行的是法家政治, 讲的是性善论, 行的是性恶论, 说的是四维八德, 完的是法、术、 是、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 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 什么是表理? 我国传统中这种表理差异, 是世界各文化中极为罕见的。 任何文化都有思想家的理想主义 与现实生活中的实用主义的差异, 有典籍中价值观有人称之为 原典精神与社会现实间的差异。 印度文化的典籍视人生为苦, 基督教典籍视人生为罪, 但为脱苦赎罪而舍弃尘世快乐, 投身寺庙或隐修院的也只是少数。 这就是所谓取法乎上, 谨得乎中, 取法乎中, 风丝下矣。 不是表理, 是阴阳。 但是, 传统中国的如表法理却不同, 他的表理间并不仅仅是思想家的原则 与生活中的实用主义之差, 取法与谨得之差, 而根本就是两种原则, 两种取法。 法家并不是儒家理想原则, 在现实中谨得乎中或风丝下矣的结果, 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体系, 一种在形而上层面, 就与儒家截然不同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多数国人不会像韩非那样 把性恶论理解到了连父子, 夫妻之间都不可信, 都要搞法、 术、 试的程度, 但只要谨得乎中, 也会把人性理解得十分阴暗, 并进而影响到其为人形式。 这与对儒家伦理的谨得乎中是完全不同的。 传统中国一直存在招法家、 制度文化与儒家典籍之间的明显紧张。 汉语后法家著作传播面 可能远没有享有独尊地位的儒家著作那样广, 但在上层权力, 精英中法、 术、 世之书都是必读的, 然而百代都行秦政治, 制度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绝不亚于典籍。 虽然董仲书以后, 儒学已多次被改造, 但调理矛盾并没有消除。 在这种矛盾下, 人们说的是一套, 做的却是另一套, 而且两套的差异远不是取乏与谨得的问题。 这种状况的第一个后果是造成传统国人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 这可以理解如法之外的第三种传统, 即道家传统为什么如此重要。 但如果不是就道言道, 而是就诸家互动形成对国人行为的综合营养, 而论, 则道家主要是在庄周以后的形态中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润滑油, 具有很浓的犬儒色彩。 汉人司马谈把道家归纳为以虚无为本, 以音寻为用是很准确的。 道家在之与行两方面都倡导无为。 无为之双重性, 单就无为而论本无所谓对错。 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 弱者对强者无为就沦于苟且。 权力对权力无为意味着自由, 而权力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 道家恰恰是一种主要面向弱者的贵柔学说, 这就把无为等同于苟且了。 庄周曾自比藤原, 其得男子豫章也, 揽曼其枝, 而亡常其间, 虽易, 蓬蒙不能面丽也。 及其得这三四级指钩之间也, 微型测试, 震动倒立, 此筋骨非有家籍而不柔也, 处世不变, 为足以逞其能也。 处世不变, 为足以逞其能。 亦即人当得事时是有为的, 所谓无为, 就是处世不变, 为足以逞其能识的生存方式, 金畜昏上乱象之间而欲无备, 稀可得邪, 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 挥鬼绝怪, 道通为依, 物无非比, 物无非是, 比出于是, 是依因比, 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 因是因非, 因非因是, 是亦比也, 比亦是也。 比亦是非, 此亦是非, 果且有比是忽哉, 果且无比是忽哉, 恶忽然, 然于然, 恶忽不然, 不然于不然, 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 指挥鬼绝怪, 道通为依, 指鹿为马之高, 实在是高, 法家指鹿为马, 如家约死非马, 则被坑以, 约死马也, 则非如矣。 而庄子曰, 马一鹿也, 鹿一马也, 所谓万无一其也。 事故指鹿为鹿者, 如也, 而指鹿为马者, 犹大如也。 言大者何? 为其超越是非之俗见, 视为真人, 智人也。 孤曰, 法家如也, 如家法也。 而如表法离者, 其旷是之大如乎。 庄舟的逻辑是足以论证如此高尚的无耻。 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 难得糊涂, 玩世不恭。 道家提倡顺其自然, 以逍遥游的态度对待世事。 不显是非, 以与世俗处。 把一切矛盾都化解为虚无, 化解在装生梦叠, 叠梦装生, 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 难得糊涂, 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中。 何必较真? 有了这种游戏人生的心态, 人们就可以在 卢表与法理的巨大反差之间 表现得漫不经心, 以无所谓, 何必较真的姿态 适应那种说的一套, 做的另一套的生存方式。 我们西安里德也。 在其他文化中这样大的人格分裂 或双重人格 恐怕要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甚或造成因幻灭而自杀的社会病。 但在中国有了老庄的这种犬儒哲学, 作为儒表与法理之间的润滑剂, 人们就会心安里德。 因此, 尽管儒学是一种强调入世, 有为的学说, 有内圣外王的强烈要求, 但在正常情况下, 面对有霸道而无王道的现实, 汉以后的历代儒者, 也都接受了内圣外霸的状态。 这种就制度与典籍而言是儒表法理, 就理念与行为而言是内圣外霸, 就总体文化而言, 是儒法道三者互补的情况。 构成了过去两千年间, 至少是在近代西学传入前的常态。 儒家, 中国文化之阳, 法家, 中国文化之阴, 道, 一阴一阳之化。 而在这样一种三元互补结构中, 儒家的地位可以说是最为尴尬的, 表面上他的地位最为尊崇, 无论是儒表法理还是儒道互补, 都以儒为首, 而且非儒不可, 或法或道, 都只是刀陪莫作而已。 但实际上他作为一种价值, 却又最为虚弦, 他不像基督教价值观之于, 传统西方真能主宰人们的内心世界, 只是受外在结构的制约, 才出现取法和谨德的差距。 而在传统中国, 不仅外在结构一直是百代兜行秦政制, 从来只有霸道而不见王道, 而且内心世界也很难说, 真有儒家圣贤的多少地位。 千百年来, 多少大儒都感慨内圣难以开外王, 其实真正的问题, 是国人的内心本无圣, 何以谈外王, 其上深寒者, 其下必佛老。 在传统中多数情况下, 就内圣而言, 儒的实际地位未必敢得上法, 道, 用名儒王夫之的话说, 其上深寒者, 其下必佛老。 一般的讲, 中国历史上, 有权者, 自己真正相信的是法, 术, 是, 而要别人相信, 仁义道德, 中国人不傻呀。 但人们并不是傻子, 那些成人取义, 殉道存得的理想主义者, 如东霖, 海瑞之类人的下场, 有目共睹, 那个通过文字游戏, 挑选聪明人, 而对道德, 并无分辨力的科举制度之奥妙, 也人所共知, 那些操守虽轻, 却奴性不足, 只想为万事开太平而不懂的, 屈炎富士的疏呆子, 不仅多灾多难, 有时还被公开批判为, 只知解己孤欲而受惩戒, 实施物者为俊杰。 不仅精英层熟安难得糊涂, 大众更长期从俗文学中接受奸臣害忠良的教育, 得到山中有植树, 世上无知人的启蒙, 明白实施物者为俊杰的道理。 年深日久, 国人越来越聪明, 鲁迅在聪明人与傻子的著名杂文中解释的那种聪明, 糊涂者越来越少, 同时又越来越糊涂, 老子决胜气质那种意义上的糊涂, 价值理性越来越萎缩。 老庄的逍遥之道, 犬儒主义和所谓圆融通透的行为方式大行于事。 同儒家的道德说教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价值观念上便出现了一管旧假, 一放旧恶的怪圈。 专制王朝常以剥夺臣民自由, 而例行法进来维护刚常名教, 以罢黜百家来独尊儒术。 但罢黜百家只能导致假话泛滥, 例行法进只能培养法力人格, 而法力人格在价值观上只能导致犬儒化。 法进一旦松弛, 人们便由深寒而老庄, 逍遥的大纵其欲, 从而出现礼崩乐坏, 刚常扫地的局面, 犬儒哲学转化为痞子行为。 早就看透了一切的聪明人, 从存天里灭人欲的高调, 以便而为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只转眼兼射尔。 这样的例子不胜美举。 汉代在八出百家后, 到东汉时形成了虚伪道德泛滥的第一个高峰, 矫情造作, 孤名钓鱼的表演盛行于世。 有守目数十年的志孝, 却在目炉中那且生子的, 有受征兆十余次而不救, 以伯清高之名, 而私下走全门请托, 以为命贤之路的, 不翼而足。 当时流行的迷遥有举笑莲, 富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地良将妾如姬之姬。 然而到汉籍大乱, 李崩岳坏, 志孝, 有道之风即一变而为, 逍遥至极, 寡连贤齿的未尽风度, 士大夫齿坛老庄, 竟孝犬儒, 以匹相上, 社会风气腐败到了变态的程度。 裸体交际, 乱伦性交建怪不怪? 在经济凋敝, 古博为世, 市场机制严重萎缩的背景下, 这一时期却连续出现鲁包, 成功随等多人竞作前神论的怪现象, 称钱为世神宝, 欺爱如胸, 钱之所在, 微可使安, 死可使活, 钱之所去, 贵可使剑, 生可使杀, 有钱可使鬼, 而况于人乎。 乃至死生无命, 富贵在前, 天有所短, 钱有所长。 人们以身寒之术代下, 以老庄之道代上, 以身寒之权求治, 以庄周之华除乱。 在上者指路为马, 在下者难得糊涂。 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时代, 尽管真正的儒家, 理想主义, 作为一种思想血脉, 一直不绝如履, 到现在也仍然不失其光滑。 但实际上, 就整体而言, 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 与其说是如道互补, 不如说是尊如表象下的法, 道互补更确切。 这应当是传统励志击毙的文化根源。 其特征是, 以追求专制权力为中心, 在强权之下场高调, 说假话。 强权不及之处, 则匹风大胜, 道德师范, 几成丛林状态。 而正如经济上因乱而管, 因死而放, 岁石死乱互为因果一样, 在文化上恶欲横流成为管的理由, 假话连台又成为放的依据, 于是假与恶也就互为因果, 形成怪圈。 法道互补形成了 我国历史上的专制传统, 连续的历史, 循环的怪圈。 其二, 中国政治的一些常态, 非法之法。 后世之法, 藏天下于匡切者也。 必不欲其异于下, 不必欲其脸于上。 用一人焉则以其自私, 而又用一人以至其私。 行一事焉则律其可欺, 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天下之人, 共知其匡切之所在, 无意塞塞然为匡切是余。 故其法不得不密, 法欲密, 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所谓非法之法也。 至其私, 防其欺, 中国式的权力统一术, 对人性的不信任, 不信是常态。 如上所述, 这种以人制人, 涉事防止的制衡之术, 也是源自人性观念上, 中国式的性恶论, 犹如西方的权力制衡论源自西方传统的性恶论一般。 都说儒家传统讲究人性本善, 可是在儒表法里的中国, 人们对人性的真实看法实际上更近似于韩非。 西方人信任有罪, 所以总统是不可靠的。 因为西方文化相信上帝, 而我们不信人, 信谁啊? 于是咱们的疑人之心与防人之法, 也发展到人类诸文明中如果不是唯一的, 至少也是罕见的程度。 何处探寻传统? 在这方面, 人们与其从四书五经中, 不如从更讲大事化, 更普及也更对社会有实际影响的那些 从娃娃交起的盟学作品中去探寻真正的传统, 盟学作品中的启蒙。 经典上讲读书做官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而盟学作品神童诗的大事化是书中自有千中素,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有女言如玉。 经典上讲性善论, 而盟学作品增广贤文的大事化是知人之面不知心, 防人之心不可无, 防人只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守口如瓶, 防疫如城, 山中有植树, 世上无止人, 人情似指张张宝, 谁人背后无人说, 哪个人前不说人,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人均南面之术, 更精更黑盟学作品是面向大众的, 而统治大众的精英, 尤其是精英中之岁, 精者皇上自然绝不能比大众更傻, 他们的人均南面之术更是以极端的性恶论为基础的, 欧洲中世纪的统治结构是以封主与封臣之间的层层效忠为原则的, 于是每一级封主都似乎很放心的让效忠他的封臣在其领地内砖断一切, 形成那种我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的傻乎乎的制度, 这在咱们的皇上看来简直太愚蠢了, 世上无职人, 朝中无忠臣, 家奴总是要通奸的, 于是只有把他们淹了, 朝臣总是要结党营私的, 于是除了靠淹奴, 宦官当特务来监视他们外还要靠身边的亲信秘书来分他们的权, 形成了内朝从汉之尚书直到明清的内阁, 军机处架攻外朝的制度, 地方官总是要割据称雄的, 于是不断派中央工作组去分他们的权, 形成了巡查之官驾工厂社之官的制度, 人心莫测而必分其权, 正出多门半部城市又不得不集中视权, 形成了集权、奋权往复循环之力。 千年以来, 我国传统政治中的许多特色现象, 如宦官专权、 外籍干政等等, 都与这种极端性恶论导出来的防人之术有关。 有法家式的性恶论传统产生的奋权制愈演愈烈, 分项权、分朝官之权、分外官之权、 除奋兵、民、财、法诸权外, 在明代司法之权也由刑部、 督察院、大理寺等三法司分掌、 兵权则由兵部、 五军都督府及非常涉总兵分掌。 甚至出现监察之监察, 特务之特务, 先设锦衣卫以监视百官, 又设东厂以监视锦衣卫, 再设西厂, 最后又设内行厂并锦衣卫及东西厂皆归其监视之。 由于皇上什么人都不相信, 又什么事都想管, 于是总无万权之志, 是权分而复始, 形成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奋权循环。 一是内外朝的循环。 历代皇帝总疑心朝臣搞鬼, 宰相弄奸, 因而用身边的亲信秘书内朝、 奋外朝之权, 乃至架攻外朝而取代之。 然而这些原先的既是奴才一旦权重事凡, 又演变为新的外朝, 引起皇帝的疑心。 于是皇帝又另建一个秘书班子来驾攻之。 如汉之丞相统公卿而主朝政, 皇帝便培植上书远锦为管理文读的秘书而分齐权。 演变为汉乙后至隋唐之上书省, 秘书已成了新的宰相, 于是唐帝又重用童中书门下的进臣, 使其驾攻上书省。 到宋朝童中书门下平章式, 简称童平章式或平章又演变新的宰相, 并出现以他为首的外朝中书省, 于是明代皇帝又用身边的一些大学士组成内阁来驾攻中书省, 乃至取消丞相。 然而明代后期内阁又已做大, 像严松张居正那样的大学士又已从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宰相乃至全相。 于是清朝又出现了南书房、军机处之类的秘书班子, 以驾攻内阁。 我们免于这样的循环了吗? 若无心骇之变, 可以想见以秘书驾攻外朝的游戏还会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 即使有了心骇, 我们不是在六十多年后又一次看到了 以一个秘书班子中央文革驾攻政治局并威胁向权的事吗? 二是中央巡视园与地方诸侯的循环。 历代皇上总认为地方官居新叵测, 不断派出中央工作组巡行地方并授予钦众权。 于是这些中央代表便由干预地方政务发展为岳祖带袍, 由分诸侯之权到驾攻诸侯, 离时的特派员成了地头蛇, 又演变为新一代诸侯。 而皇上又要派新的中央代表来巡视这个地盘了。 中央巡视园与地方诸侯的循环。 三是地方奋权与地方集权之循环。 同样由于皇上对诸侯的猜疑, 历代朝廷常常分割地方释权, 将军事、民政、财政、司法诸权分售不同的官员并使之互不同属, 各自平行隶属于中央的相应上级, 以使其相互牵制。 然而这样的体制往往极无效率, 平时正出多门, 终日扯皮, 一旦有事则相互推诿, 甚至造成政府只能瘫痪。 于是, 不得不另设一首长总长朱正, 统一释权。 然而这样又导致伟大步调, 威胁中央集权, 不久又不得不再度奋权。 齐汉市的郡一级本是奋权的, 郡首长行政, 郡位主军事, 监狱使馆司法与监察, 三权分立而互不相逐。 然而到东汉至随, 周四时周末便大权独揽, 监统军民, 自专财政与司法, 俨然一方之土皇帝。 于是到宋时, 在陆一级分设率司、 安抚使、 曹司、 转运使与县司、 提点行御使, 陆下的周军右设通判, 已分支州支军之权, 实行了典型的地方奋权制。 到了元代之行省, 侍权再度集中, 行省平张为一省军民之共主, 据地自雄, 早在元中叶便发生了 诸行省军互相攻伐的天力之乱, 元末更酿成了 航省军伐群雄割据之局。 于是明建元毕, 费行省平张之职, 而在一省分设三司, 即隶属于中书的 不正使司、 藩司、 掌民政, 隶属于都察院的 暗查使司、 涅司、 掌刑御, 隶属于武军都督府的 都指挥使司、 都司、 掌君政。 三司分立而互不相主。 然而割据之必虽除, 扯皮内耗之必幼生, 道明末不得不普遍设立巡抚, 以统一三司的侍权, 入侵后巡抚, 以及同时增设的总督 遂成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 严及清末民初, 又成军阀割据之事。 地方奋权与地方极权之循环, 这样一种以私制私, 涉事方式, 乱及立法, 法觅生乱, 用人而移, 依人而用, 六道轮回, 循环千年的政治怪圈, 岂是君君臣臣妇父子子 这样温情默默的理论 所能解释的。 这种励志上的精巧设计在传统政治条件下 确实是十分成熟, 甚至是十分现代化的或高度理性的, 当西方中世纪的封竹与封尘间 还是一片混沌的忠诚时, 中国人早已把防人之术发展得炉火纯青了。 而西方的文官制之取代贵族制, 不仅时代远晚于我国的科举官僚制之取代 门法士族制, 形式上也借鉴了我国科举的某些做法, 而且最终也拉不下名字, 没有派出大兵来一对一的盯住硬讨者, 以防他们为千中肃, 黄金屋与颜如玉而偷奸耍华。 中西方性恶论与权力制衡 毕竟是行虽略同而治权益。 法家的性恶论导出的是极端专制, 比贵族制更专制。 而近代西方的性恶论导出的是反专制, 比贵族制更民主。 法家的权力制衡是皇权本位的, 如黄宗熙所见, 以私制私, 涉事房室是为了藏天下于匡窗窃, 即至天下于一家之私囊, 而不允许他人染指。 而近代西方的权力制衡是民权本位的, 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为了防止毒夫们垄断公共领域。 前者捍卫的是神兽皇权, 而后者捍卫的是天赋人权。 因此毫不奇怪, 这两种性恶论, 两种权力制衡之间的距离, 比他们各自与性善论及和谐论, 我国的宗法伦理与欧洲中古的恩主附庸关系的距离还要大得多。 因此不难理解, 当我们在那个披如养法的时代, 把儒家人一直说与温良公俭让的传统反调之后, 我们离民主与宪政却不是更近, 而是更远了。 从实用角度讲, 这样的理性化制度, 却在两方面都经受了世界历史中含写的时间考验, 从正面讲, 它由于高度重视行政安全而具有突出的生命力, 同时, 它的十分复杂的奋权机制虽然主要是基于政治防范, 但对规范立志, 抑制官吏个人的害民行为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皇朝圣事 重视行政安全而具有突出的生命力, 同时, 它的十分复杂的奋权机制虽然主要是基于政治防范, 但对规范立志, 抑制官吏个人的害民行为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皇朝圣事是辉煌的。 这两点使得这一制度从其以来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 而没有遇到真正可以取代的另外的选择, 并在长时期的延续中积累了辉煌的文明成就。 从反面讲, 这个制度内在的根本缺陷是不可解决的, 因而它的延续并不是在长治久安, 而是在上述的几重循环中实现的。 而这些循环实际上是弊端长期积累后的大释放, 它造成的大破坏与中国的文明成就同样惊人, 2000多年的历史就这样一次次重演这种分久必合, 和久必分,乱极生智, 治极生乱的活距。 其三, 法道互补的后果, 行政不正义, 传统励志的首要危机就是行政不正义,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励志腐败。 为什么贪风仍然不止? 在传统时代的世界诸文明中, 作为意识形态, 像我国的儒家这样强调, 为官道德修养与民本意识是十分罕见的。 作为制度安排, 像法家这样把官场监督防范搞得如此严密也是罕见的, 然而为什么贪风仍然不止? 贪官却越杀越多, 为什么? 历史上明初朱元璋重点质贪, 连包皮食草这样的酷法也大量使用, 不仅官场上层层设防, 还授权老百姓举报, 乃至自行扭纵贪官污吏, 尽惊至罪。 几次大案如郭桓案, 空业案的株连动辄上万计, 然而贪官却越杀越多, 朱元璋最后也不得不自认失败。 这又为什么? 原因就在于儒表法里体制在文化价值上与制度上都存在缺陷, 使得儒家的道德防线与法家的言行俊法对励志的正面作用都大打了折扣。 法家的价值观本身是排斥不怕死不爱钱的清官价值的。 他不仅不相信人可以不利己, 这一点他与西方的性恶论相似, 而且事实上认为不利己的人是有害的, 这一点是西方的性恶论没有的。 于是, 传统政治中一直就有诱人追求利路, 享受以权谋私而放弃道德自律的机制。 隐纯久, 禁妇人, 极为贤亡。 萧和故意表现腐败已是刘邦之仪和赵匡应公开劝欲诸臣及时行乐而放弃政治报复, 绝不是孤立的例子。 明代成祖朱棣为防止宗事中有人像他那样胸有大志, 也是一面公开鼓励他们腐化作乐, 一面严密防范他们参与正事。 所谓饮纯久, 禁妇人, 极为贤亡。 燕子至东阿, 三年, 谨公赵而属之曰, 无以子为可, 而使子至东阿, 金子至而乱, 子退而自查也, 寡人将大诸于子, 燕子对曰, 臣请改道一行, 而至东阿, 三年不至, 臣请死之, 谨公许之。 于是明年上季, 谨公赢而贺之曰, 甚善已, 子之至东阿也燕子对曰, 前臣之至东阿也, 属托不行, 祸禄不至, 悲驰之鱼, 以利平民。 当此之时, 民无鸡者, 均反以罪臣。 金尘后之至东阿也, 属托行, 祸禄至, 并重复连, 仓库少内, 便是左右。 悲驰之鱼, 入于全家。 当此之时, 鸡者过半以, 均来反迎而赫臣。 臣于, 不能复东阿, 怨起海谷, 避险者之路, 再败便辟。 燕子治理东阿的前三年, 连节奉公, 百姓获利, 却遭到君主严厉处分, 第四年迅思纳会, 妻下媚赏, 君主反而大家奖赏。 有人分析这个故事时, 认为原因在于, 受人正知慧的老百姓, 没有发言权, 而受恶政之力的权贵, 垄断了信息通道, 因而君主得到了错误的信息。 这当然是对的。 但是, 假如君主知道真相, 他就能讲连成贪吗? 从儒家看应当是的, 因为民为帮本。 但如果法家来看待此事, 他很可能怀疑你解己孤欲, 施恩于民以张君非。 这个逻辑十分明白, 虽然在理想状态下我, 君上司, 民下属, 三者利益应当一致, 但倘若三者不幸有备, 又当如何? 为己害民既是理所当然。 儒家, 无论实际做不做得到, 起码理想如此, 从从道不从君, 民贵君卿的观念出发认为, 应当舍己为民不惜为君, 法家却认为, 绝对应当为君为民。 然而, 实际上法家从性恶论出发, 又并不相信官吏会舍己为君, 如同不相信他们会舍己为民, 只认定他们是利己而为君用, 因而为君为民在逻辑上, 就只能理解为为己害民。 为己害民既是理所当然, 不为众诛不利众赏的清流, 又被视为无意有害, 儒标法里对利得的影响, 由此不难想见。 儒家相信道德说教忽视制度防范, 并且推崇小圈子和特殊主义, 这当然不利于改善励志。 法家针对性地强调奋权, 监视等制度并且以普遍主义打破小圈子, 这本来似乎应当有利于行政正义的。 但是如上所述, 法家这两个政策的出发点, 却并不是行政正义, 而是行政安全。 这就决定了那些制度设置和普遍性原则, 不仅对讲连程恶作用有限, 而且还有反作用。 以监督机制而言, 我国古代的官场监督机制, 应当说是各大传统文明中最发达的。 不但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监督机关, 有大批常驻的或巡视的监督人员, 许多朝代还热衷于发展秘密监督系统, 及所谓特务政治, 如明代的锦衣卫与东西厂等。 但是这些监督第一, 主要是为了行政安全, 而不是为了行政正义, 第二因此它主要以政务官, 而不是以事务官作为监督对象。 我们知道, 现代政治中的机构监督, 主要是针对受雇于国家的事务官、公务员的, 至于授权于民的政务官, 则主要靠社会、民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因为你对老百姓如何, 老百姓自然最有发言权。 掌权人的权利是选民给的, 选民自然要监督他如何行使权利。 而职业性办事员是国家考察雇用的, 雇主自然要负监督之责。 传统中国则正好相反, 对衙门办事人员即所谓利的监督几乎空白, 因为他们的贪恋一般来说很少威胁皇权, 制度设计就很少考虑智利的问题, 甚至往往造成官受制于利的状况。 例如, 用兵大将需要巴结, 贿赂兵不疏力, 否则军功就报不上去等等。 而对官的监视却很严密, 又是到了动辄撤肘的地步。 这些监视主要是防止你伟大不掉于皇权不利, 却并不很关心你对百姓如何。 因此, 这样的监督机制对行政正义的作用有限, 查币是以资毙也。 这种监督往往就是腐败之源, 监督者受贿问题历来是传统励志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御史初旬, 地方官争相巴结, 场卫纳会, 科道受托, 太原稽查之职, 皆成肥差。 叠床驾屋互相撤肘的监督机制, 不但未收澄清励志之效, 反而增添无数创收机会。 究其根源, 缺少社会监督这一块, 监督监督者的问题的确是很难解决的。 其次是回避制。 回避原则, 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官制的一大特色, 立唐宋明清寓意完善。 明清两代例行回避制, 由官制, 全国储土司地区和规定必须有孔姓掌权的区附县外, 其余所有县官都必须由外省人担任, 本省外县的也不行, 甚至即便是跨省为官, 任职地距离本人原籍在五百里内也在近列, 有的朝代不仅回避原籍, 还要回避寄居地, 居止处, 自家和七家田产所在地, 而且任期很短。 这样, 朝廷政令可以一杆子插到底, 地方上盘跟错节的关系网可以削弱到最小限度。 县太爷之外的其他县制干部、县城、典史、主保等虽没有那么严格, 但也尽量实行回避原则, 只有管教育的学官规定可用本地人, 但这种教化之官实际权势是很小的。 回避制的优点是明显的。 在隋唐以前回避尚未成为定制, 官员多来自本地, 却不受本地民意的制约, 年身日久, 形成牢不可破的关系网, 互相提携, 近亲繁殖, 亦损损损, 亦容俱容, 上网国法。 下干民怨。 回避制下这些弊端可以大为减少。 贯彻了朝廷旨意, 却回避了百姓安危, 不过这样的体制又有另外的毛病, 它虽强化了中央集权, 却严重压抑了地方自治活力, 贯彻了朝廷旨意, 但并未考虑民权民心与百姓利益, 因此它能减少蛮上却不能减少七下。 弊端击中南反后, 也会导致严重后果。 因为这种制度下, 官员完全对上负责, 就特别容易出现酷吏, 而回避, 轮换之下官员没有兔子不食窝边草的限制, 更容易滋生短期行为, 围观一刃, 刮了地皮走人, 三年轻之斧, 十万雪花银。 甚至为了华上取宠, 显示政绩以求早日升迁, 还会逆栽不报, 冒陷为风, 苛征前凉, 虐民媚上, 招致严重后果。 由于, 刘官难以熟悉地方事务, 导致虚利弄权。 而虚利恰恰是不经科举考试, 凭关系录用的, 素质很差。 于是, 虚利的舞弊便使得, 土官, 王法治害未除, 刘官, 库法治害又加之。 明清两代, 我国一些地区改土归流后, 往往励志更坏, 导致保守的土官势力, 借此煽起叛乱, 就是这个缘故。 用科举制取代推荐, 考察制, 查局征闭制, 全国世子都摆脱一切血缘, 地缘, 业缘, 教员关系, 以个人身份, 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的制度化智力测验, 以达到天下英雄入无垢中的效果, 这的确是一大创造。 科举制是一种极为典型的如表法理之制, 即所谓表面上是粒的如化, 实质上是如的粒化。 随间盛行基于儒家性善论 与伦理中心主义的效忠, 信任型官制, 极由德高望重的地方元老, 朝廷相信, 他们会出以公心, 向中央政府推荐道德模范, 笑脸, 贤良方正, 智孝, 有道, 等等, 为官的查局征闭和中正官制制。 道宋以后, 这种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查局制制也为朝廷直接通过排除任何人际关系的智力测验, 不是道德测验, 而控制天下能人不是闲人的办法取代了。 科局, 对人性的不信任和对相离关系的摧毁, 这就是科局。 据说相信性恶论的西方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向我们学会了这种办法, 并赖以建立文官制, 从而改变了他们对人际忠诚关系的傻貌式的倾信。 科局, 功名利禄而已。 无怪乎科局考试虽然以儒家经典为题库, 为标准答案, 但从朱熙直到黄宗熙的历代大儒都对他批评胜利, 不少人主张择责以九任中外之官, 罢科局而行相聚理选。 尤其宋明之间, 科局本身经历了从偏重测论到专重八股的过程, 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形式化, 标准化的记忆力测验, 文字技巧测验乃至书法测验, 并成为谋取官禄富贵的门禁后, 他不仅距离京士致用的治国知识越来越远, 距离儒家修身养性的道德教化之学也越来越远了。 科明胜利之习, 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 顾言武曾痛言八股圣而六精威, 十八房兴而念义史废, 把八股对儒学的损害比之于焚书坑儒。 黄宗熙认为科举别是法门, 而非儒者之所以予也, 为否定科举他甚至主张恢复落后的查举征臂之志。 清朝乾隆皇帝也指出, 科明胜利之习, 深入人心积极难返, 是此所谓积极惶惶者, 为师之求, 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 这还谈得到什么信仰? 杨启超举例说, 四书五经在科举中为考试之题末尔, 至义之取才尔, 于经无语也, 于教无语也, 而像礼经这样重要的儒家典籍, 由于官方不用为考题, 几乎已被识人遗忘。 科举在诗事上只能着眼于文字, 文字与一个人的一行明节无关, 这便使世大夫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脱节, 使知识分子对文化无真正的责任感。 文字的好坏, 要揣摩朝廷的好物, 与社会轻易无关, 这便使世大夫一面在精神上, 乃至在行事上, 完全气质相礼于不顾, 完全与现实的社会脱节, 更使其浮游无根。 科举考试都是头碟自尽, 破坏世大夫的廉耻, 使世大夫日趋于卑贱, 日安于卑贱, 把事与政治的关系, 简化为一单纯的利路之门, 把读书的事情, 简化为单纯的利路的工具。 西方人难道会把圣经当敲门砖, 可以考出高官后路就看看, 不考就不看了? 科举的非儒家化, 实际上就是科举的法家化。 科举之那种不知亲书, 远近, 贵贱, 美恶, 亦以法度律之的普遍主义, 那种史诗人完全弃致相礼于不顾的做法, 对于打破儒家的小圈子传统, 却有重大的作用, 那种史诗人脱离社会轻易, 一味揣摩朝廷的好物的做法, 更是培养法家理想中力重赏为众诛的 有益之臣的绝妙途径, 一级儒的利化之途径。 唐太宗早就坦率地讲过科举之妙, 在于天下英雄, 不是天下善人, 或天下忠孝之人, 入无垢中。 而金人也已指出, 那种设计奇巧的八股城市, 亦在测验人的智力, 记忆力与文字游戏技巧, 至于你的信仰与道德, 并不是这种测验所真正关心的因素, 那些批评八股考试, 墨守儒家思想的人自己, 倒是太于太夫子气了。 科举应试者都是以个人身份, 脱离家族, 村舍与其他小共同体背景, 而直接面对朝廷的测验, 并接受浩荡黄恩的。 把科场防壁之志设计得严密如同防范狱中之求, 而朝廷也不因其应圣贤之事而信其贤, 并可以小人之心度之, 把科场防壁之志设计得严密如同防范狱中之求, 诸生习舍, 为之好访, 人义军守之, 为之好军, 更有寻辍尖门, 苏简怀邪, 弥封忽明, 严格内外, 事官入院, 折封要门户。 如今的高考, 西方的文官考试, 哪里会有这般景象? 什么伦理中心, 什么泛道德主义和性善论, 咱只是说说罢了, 只有那哨不更事的洋鬼子才会细以为真理。 于是, 在这一千年里我们的防人之法愈来愈密, 科场之房密到每个考生派各兵看守的地步, 官场之房延到本省人不许在本省为官的地步。 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 朝廷也常持以怀疑眼光, 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 个人与社区之间的依附关系。 专制国家对强宗幼族的一句 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是表里并存的。 对儒家理论上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 专制国家也不像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 别看朝廷常给磊氏同堂的一门, 刺贬立方, 那只是因这些大家族实际上喊如朱鸡。 一旦一门真的多起来, 就是另一回事了。 明清监方校标的《顿斋文选》记载了 明初浦江正式九世同居被皇帝移计为以此重判, 何事不成, 而险遭杀身之祸。 清代一些地方官府也曾毁辞追捕, 压制宗族势力。 防人, 人也不自欺为人, 法道互补下儒的利化和鄙化。 科举制在内的儒标法里, 则在这两个方面都抵消了儒家的影响。 他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儒家的道德思虑, 造就了一大批缺少廉耻, 一心奔径利路之门, 不择手段追求黄金屋、 千中粟和颜如玉的拥立、茉莉, 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小圈子政治的弊端, 不仅保持了大一统的延续, 而且使群怠势, 乡党式的关系学腐败受到限制。 科举制好的一面是打破身份限制, 提供了昭维田舍郎木登天子堂的机会, 坏的一面是, 科举时代的教育完全是一种高投入的应试技巧训练, 不仅不是知识教育, 甚至也不是道德教育, 当时没有完整的公共教育体系, 教育功能主要由家庭或家族承担, 从入管求师到副省副经考试都需大量投资, 而所学除应试为官外并无其他谋生用途, 这就势必产生强大的激励, 使人一心从官场上获取最大限度利益以收回投资, 得到利润。 这种激励就是大批贪官污吏的重要产生机制, 大批贪官污吏的产生的激励机制又由于两个原因被放大了, 一是当时官吏正式待遇方面的低薪制, 不靠各种漏规的清官很难生存, 二是我国古代财政制度下强干弱智传统造成的家派激励, 我国古代财政制度下强干弱智传统, 一国家财政、朝廷财政所占的比重, 天下郡县支付, 郡县时之不能时之一, 而解运经诗者时之久二朝廷的急许本身需要支付成本, 非法横征又有多少? 在朝廷横征暴敛不仅使百姓遭殃, 连地方也对中央失去耐性的情况下, 发生了王朝崩溃和社会爆炸, 官吏欲连而不贪, 岂可得呼? 本来官吏低薪就容易伺机贪污, 加之地方合法财政尽被中央收走, 如果不靠非法横征, 连这点低薪也未必能发得出来。 而家派激励, 既然反正已是乱来, 自然是能多争就不会少争。 低薪成怜, 横征讲贪, 加上如表法理之下的道德防线破裂, 官吏欲连而不贪, 岂可得呼? 存而不论, 行政无效率传统励志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行政无效率, 这主要是以私制私, 涉事房市的事权分割不当造成的, 这里孤略不论。 其次, 法道互补的危机, 行政不安全。 传统励志危机的最严重问题则是行政不安全。 传统法家励志思想, 乃至后世如表法理的励志事件都是以行政安全至上为归孽的。 他们也的确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比传统时代的其他安排更能保障行政安全。 我国主要王朝一般都有比较长的太平岁月, 即所谓, 只是, 在这个时期, 政治秩序比例如欧洲中世纪的一般状况要好得多, 中国传统文明的成就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创造的。 稳定压倒影, 而一切又在这种条件下创造的。 我国主要王朝一般都有比较长的太平岁月, 即所谓, 只是, 但是, 在这个时期, 政治秩序比例如欧洲中世纪的一般状况要好得多, 中国传统文明的成就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创造的。 稳定压倒一切, 而一切又在摧毁千秋万代的稳定。 但是这样的, 制是, 通行的不是解决矛盾, 而是延缓矛盾的机制, 一般是社会矛盾的积累时期。 而积累到临界点后, 一旦爆发, 行政安全制上很快就转化为极端的行政不安全, 国破, 意味着家王, 变成为中国传统时代的突出特点。 法道互补传统中的军权虽然极端专制, 却并不神圣。 中国文化中缺少一些文化中突出的那种神圣家族。 历代帝王虽然也声称寿命于天, 但王权神圣的观念在中国比基督教、 穆斯林国家乃至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都淡漠得多。 事实上, 中国文化中所谓寿命于天的天也不是, 至少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 而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 天人合一, 天听自我民听, 天更多的是此案, 而不是彼岸的东西。 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 民意。 所谓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文, 武创业, 顺天应人, 赵氏济昌, 何当顺人应天, 应天顺人, 以定大业, 应天顺民, 拨乱一世, 应天顺民, 君临语内, 诸如此类的说法, 主要都不是把君主当成彼岸上帝的代表, 而是当成此案的人民领袖来描绘的。 君主须以德佩天, 君主如果不能以德真正的或表演出来, 而又能够哄得住人的福人, 就只能以法, 术, 是福人。 在君主并无贞得, 这是多数情况时, 前者依赖于人们的愚昧, 后者依赖于人们的犬儒, 但两者其实都不依赖于超越性信仰和对彼岸世界的敬畏。 获罪于天, 无所导也。 一点思考, 这里, 君与天之关系, 天子之身份, 来自儒家的传统, 这里儒并非全是表面功夫。 至统, 还要有法统, 最基本的还是在道统, 中国的道统还是儒家传统。 儒法关系, 用中国传统的解释, 阴阳关系理解, 也许更贴切。 阴吉泽阳蒙,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原初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 实际上把君臣关系, 看成一种契约, 君不君, 则臣也就可以不臣。 因此文诸一夫咒以, 为文是其君, 民为众, 社稷四肢, 君为卿。 朱元璋那样的皇帝对这种观念则恨之入骨, 朱曾删改孟子, 并恨恨地宣称孟子如生当此事, 也该灭族。 清代雍正帝的类似言论也十分典型。 法家是坚决反对儒家民本思想的, 他们主张君不君时, 臣也不许不臣。 但作为性恶论者, 法家实际上也并不相信君臣关系中有什么信仰, 忠诚可言。 前也含非关于仁臣之于其君, 非有骨肉之亲也, 富于是而不得不是也之类的思想就是证明。 人无信不利。 论语, 子公问政, 足师足兵, 民信之。 如法两家实际上都看到君臣关系的不稳定和缺少神圣性的支持。 纯如如黄宗熙者认为君臣不能类比父子, 而法家如韩非则认为连父子也不可忽信。 纯如认为君贤才能指望臣忠, 而法家认为只有靠法、术、 士的威胁臣才能为服于君。 为给君权增添一些神性, 汉以后的法如借助于阴阳家, 从五行相生相克之说中推导出君权的天命依据。 从汉代称为知学大兴, 直到明清之计水德、清、带火德、明之说, 都不离这一刻就。 对于阴阳五行之说, 贬者斥之为污蔑迷信, 包者为含有科学成分, 但污蔑迷信也好, 科学萌芽也罢, 都不是宗教, 缺乏终极关怀的内核。 以五行相生相克来解释其原由的君权, 虽然很有些神秘, 但并不怎么神圣, 它可能令人恐惧, 但却并不令人敬畏。 这就导致中国传统军权的一种千年悖论, 一方面军权专制的力量之强大, 组织之严密, 制度设计之丹经节律, 都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 另一方面, 那既不神圣又不令人敬畏的宝座人人想坐, 以致基于皇位者之多, 也是人类诸文明中罕见的。 皇帝轮流坐, 如今到我家, 不仅皇族、外妻、 权臣军阀等显贵中不乏规予者, 龙上庚夫也有洪湖之志, 世景无赖也想杀到东京夺了鸟位。 所谓天下如产业, 君主得而私, 而人之欲得产业, 谁不如我, 世景之间人人可遇。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彼可取而代之, 江山如此多交, 以无数英雄敬折腰, 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又一个怪圈, 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 反过来说, 也正是因为基于皇位者之多, 使法不得不密, 性恶论, 防人之术与法道互补的传统, 也日益强化。 二者互为因果, 形成了又一个怪圈。 从古埃及直到后来的欧洲, 日本诸国都没有造反的民众, 争当君主的, 俄罗斯历史上低戈萨克造反者如拉辛, 普加乔夫等倒是想夺权, 但也不敢否认罗曼诺夫王朝的正统, 只能冒名顶替, 求为魂诸之余墨而已。 甚至我国藏, 戴, 一和维吾尔等民族的吐司制或神王制下, 也没有下层民众造反称王的现象。 然而在汉族传统中, 上下各阶层都不乏做皇帝梦者, 不知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矣。 即使皇时代一方面专制的酷烈以暴秦著名, 另一方面平民陈胜心目中王侯将相宁有种呼, 贵族相宇更想着彼可取而代之也。 一旦法术式的提防愧绝, 就如曹操所言, 不知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矣。 从这点上看, 我们倒是有极为悠久的平等传统。 但这不是人人平等相待的传统, 而是在丛林法则下平等的争夺奴役他人之权利的传统, 成者王侯败者贼, 又有成王败寇, 谢沟者诛, 谢国者侯等说法, 就是人们对这种平等竞争的描述。 在这种观念中除了成败之外, 王与贼就没有其他区别。 这样的平等与支持君主立宪的那种平等可以说刚好相反, 在后者, 个人之间的基本人权是平等的, 谁也不能奴役谁, 但代表共同体的象征资格却专属于某个德高望重的家族, 不是谁都可以竞争的。 而在前者, 这种象征资格因缺少神圣性而成为众人平等争夺的对象, 但个人之间全无基本人权平等可言, 取得共同体象征资格者因而可以奴役每一个人。 这样我们也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早在西亥革命中就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另一方面千年怪圈在此之后仍然延续。 君主立宪与我们的真实传统严重相悲。 如今, 有人责怪西亥革命太激进太反传统了, 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才适合国情顺应传统。 其实, 西亥的局面完全可以用传统逻辑来解释, 倒是君主立宪与我们的真实传统严重相悲。 事关英、 日等君主立宪成功的国家, 传统上亡是不仅没有我们的这般专制, 而且更重要的是远比我们的更受敬畏。 不说是万事一夕, 但起码没有市井之间人人可遇。 即使在自由平等之说盛行的今天, 即使是激进的左派执政, 人们也还尊敬王室, 正如即使是保守的右派执政, 也还尊敬工会。 而我们那神秘却不神圣, 令人恐惧却不敬畏的传统王朝, 本身就有汤武革命的传统周期。 清朝至西亥已历时二百六十多年, 即使无西学传入, 也是气数该尽了。 若无西学影响, 也会改朝换代。 有了西学影响, 清朝之后便不再有新王朝, 尽管仍然有专制, 但若还打清朝旗号, 这本身就已违反传统了。 我们已经看到, 在真实的传统中, 国人之所以尊重君主, 与其说是基于对刚常明教的信仰, 不如说主要是涉于法术室。 一山不容二虎, 立宪制度下失去了法术室的虚君, 是很难得到, 因日等国立宪君主所受到的尊重的。 那些国家在近代立宪制度之前的历史上, 就常有不掌握实权的虚君, 也形成了尊重虚君的传统。 而我们历史上的君主, 一旦大权旁落, 哪怕是旁落到至亲如母, 如唐之武则天, 帝如宋太祖之于赵光义, 岳父如西汉墨之王莽, 外祖父如北周末的杨奸之首, 便难免性命之余。 所以我们的皇帝要么是实君, 要么是命运悲惨的废君, 而虚君比共和离传统更远。 废星皇室在民初还能保有一定地位, 而没有落入强倒众人推的墨顶之灾, 从历史上看已属难得了。 要知, 法道互补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专制传统。 而儒家价值并不支持虚君制, 他除了导出众所周知的贤君、 王道理念外, 与共和的距离也并不比与君主立宪的距离大。 所以, 我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后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而没有走上君主立宪之路, 是毫不奇怪的。 共和理想的文化渊源如果说共和理想在政治上显得很激进, 那么他在文化上倒似乎很保守。 他的很多内容可以在传统儒家价值及原始儒家所代表的, 与法道互补的传统主流体制相对的一支非主流传统终找到支持。 传统励志本身存在着行政安全、至上和极度不安全互为因果的悖论。 他与我国历史上至极生乱、乱极生智、分九必合、合九必分的状况是对应的。 那种把清王后出现混乱局面简单归结为西化与激进所致的看法是肤浅的。 如果清王后的混乱是因为西化,那以前的历代王朝灭亡时产生的混乱又是为何? 换言之,清王后的乱世究竟有几分是现代化欲塑则不达的结果, 几分只是治乱循环传统怪圈的一环。 中国政治历史之至极生乱、乱极生智、分九必合、合九必分,如何走出怪圈? 请不吝点赞订阅&字幕提供